防疫終於有新進展 美國藥廠輝瑞、Pfizer 和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 悉手研發武漢肺炎疫苗 9日宣布已進入第三期 臨床試驗 預防感染率高達9成 百分之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分之百 政府的肩膀失敗 現在我們可以誠意他們 我認為我們可以看到 燈光 專家希望可以儘快完成 疫苗安全性評估 為全球防疫帶來好消息 我認為我們不知道 如何防疫症状況和病毒 這應該是很好的知識 和全球安全性評估 希望醫療試驗完結 我們會有這些資訊 希望醫療醫療 會感到舒適 開始發出疫苗 武漢肺炎至今已造成 全球超過五千萬人確診 一百二十六萬多人死亡 預估最快今年底 輝瑞就可向全球供應 五千萬支疫苗 原始新聞 朱古已故